改變不多 升級不少 本集節目 不說廢話 邦尼先幫大家快速整理重點 更多實測結果 我們評測見 好啦 蘋果果真突襲發表了 iPhone SE 第二代 正式產品名稱 就叫做 iPhone SE 擁有類似 iPhone 8 的外觀 採用金屬搭配玻璃的外觀設計 Apple Logo 則是跟 iPhone 11 一致 移到機身中間的位置 熟悉的 4.7 吋螢幕 支援長按偷看訊息的 Haptic Touch 熟悉的 Home 鍵搭配實體指紋辨識 擁有 IP67 水下 1 公尺 30 分鐘的防水性能 加入了單張實體 SIM 卡加 eSIM 的雙卡設計 以及支援 Wi-Fi 6 相機部分 配置了 F1.8 1200 萬畫素 廣角單鏡頭 蘋果透過 A13 以及算法達成的各種景深特效 在 iPhone SE 第二代上也都能看到 錄影上主鏡頭支援 4K 60fps 錄影 前置則是搭配了一顆 F2.2 700 萬畫素的自拍鏡頭 支援 1080p 30fps 的錄影 效能部分是最大亮點 搭載謝謝 iPhone 11 Pro 大哥果然厲害的 A13 晶片 能不能成為真香的遊戲小手機 請等待邦尼評測 續航表現大約跟 iPhone 8 相同 更重要的是支援 18W 快速充電 不過 18W 充電器肯定是需要額外購買的 此外也支援器無線充電 上市資訊部分 iPhone SE 第二代只有一種尺寸 顏色上有黑款 有白款 還有一定會紅款 分別有 64 、128 、256GB 三種容量選擇 售價分別是 14,500 、16,500 以及最高的 20000 元整 重點是 iPhone SE 第二代很快的 4 月 17 晚上 8 點正式開放預購 究竟 iPhone SE 第二代會不會打敗 iPhone 11 成為邦尼心中目前最值得買的 iPhone 呢 A13 放在 iPhone SE 第二代香不香 我們評測再見囉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打開小鈴鐺 即時收到最新的評測通知 當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t 找到我們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 讚 oczywiście 我記得 www.blogspot 어느個月 我已經 нед了 把他們 br曲 проб 包含